这个上海女教师出轨16岁男学生啊 这个事情我熟啊 因为大家还记得嘛 去年我在大白故事会里面 发布过一个讲师生恋的这个案子 我那个视频全网印象力还挺大的 光抖音一个平台就炸出了 1700多万的这个播放量啊 那个视频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女老师 怎么样去引诱一个男学生的真实案件吧 那个事情发生在零几年啊 女教师跟这个男学生之间 有实际的这个性关系的 最离谱的是这个男学生啊 后来发现这个老师啊 居然说是在跟他交往期间呢 还跟另外的一个同班同学 还保持着剪不断理还论的这个关系呢 相当于就因为这个老师的话 两个男生的话就成情敌了呢 最后是个事情很可悲啊 大家还记得吧 二号男友的话就把一号男友给杀了 二号男友的话呢 由于杀人的这个时候呢 这个刚刚过了18岁的这个生日 那所以说最后就配判了死刑啊 我去年为了做这期节目的话 看了大量的这个资料 而且我本身就是学心理学出身 我们以前在学校读书期间 就看过不少类似的这个心理咨询案例嘛 所以说最终的这个结果 就让我对这类型的这个事件的 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心理动机呢 有了一个相对深入的了解 你像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女教师啊 我真是一看了之后 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奇怪 因为他有着一种典型的 我们之前就看到过的 那种典型的出轨性人格嘛 有个细节大家知道吧 就是说他实际上跟贵州安的那个女教师是一样的 不光是对目前这个男生 有一些出格的这个行为 通过他跟这个男生那个聊天记录 我们会发现呢 他曾经也跟另外的这个男生 有搞过暧昧的 是不是 其实我们以前在研究 类似心理咨询案例的时候啊 我们常常会发现 很多这样的这个女性啊 其实在工作之前 在大学期间 他的这个情感丰富 其实大胆的这个一面呢 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你比方说他就有多段情史 甚至有的时候他还会保持 这个同时保持多段情感关系 多数人就非常渴望得到爱 极度想要得到一心的这个关注跟吸引嘛 是吧 怀着少女心想当公主 想成为浪漫的这个制造者 甚至想做新娘 当然有少部分女生呢 是这样的 他在进入这个社会前呢 就会有比较混乱的这个性关系 但是我们一访谈发现 其实他们在性关系当中呢 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满足感 在情感关系当中呢 也不会有太强的这种投入度 而学生时代的这种心理特点啊 又跟这个人的这个 童年时期的一些经历跟遭遇 有一定关系 你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 有的人他童年缺爱嘛 导致常常会自卑跟不安 然后呢就会在成年之后 极度的去索取爱 而有的女生呢 则是在童年期间 遭受过过度的这个性刺激 你比方说自己的这个父母 老是这个 这个义竹暴露 出现在他面前走来走去 甚至有的孩子的话呢 小时候还遭受过一些 猥亵或者说性侵呢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就容易出现 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二种情况 他会很随意的去接受一段 性关系 但是却没有办法 从中得到情感满足 跟走马灯一样嘛 当然今天上海这个案例的话呢 我从举教师的这个整体的发言风格 跟做出来的这个行为来看啊 他不属于那种小时候就严重 有过严重创伤的一类 他就属于童年时期呢 有可能缺暗 以及在童年性刺激方面的话呢 也接触得过早 所以说在这方面 相对就表现得开放更大胆一点 但有个事情你得注意啊 他们虽然说在性跟情感意识方面 开放大胆 但并不意味着 他们的这个心智也超前哦 实际上多数人的这个情况 正好相反的心智其实并不成熟 很多人的这个心智 可能就停留在少女时期了 不往前发展了 因为我们心理学的这个术语来讲 那就是心理固着了嘛 上海这个案例就是个典型 你看这是个成年教师啊 但其实你看他说话的这个语气跟思维 有的时候是不是才挺幼稚的 就跟跟大学女生 甚至跟高中女生 没什么区别 但大家注意这个心理特点 由着这个心理特点的话呢 很多女性啊 就容易冒出另外一种 很典型的心理倾向 那就是一旦这个女生 过了这个三十岁之后啊 就容易喜欢一些呢 比自己年纪小的男生 就有点类似于 现在一些成年女性 喜欢所谓的这个 小先用男明星 差不多的这个心理的 因为他们某种程度是希望 通过这种喜欢呢 来证明自己还年轻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 女性对衰老的这个恐惧 往往是会比我们男性呢 提前好几年 三十岁的时候 女性一定会有这个衰老恐惧了 有恐惧了 除了咔咔往脸上涂保养品之外 还有就是会做出很多行为呢 来催眠自己还年轻 只不过就多数女性 她也就是喜欢小先用 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些 就算了 而这个更开放 更大胆的这些这个女性的话 她甚至有的时候 会突破一些禁忌 跟这个年纪比自己小的男生 去做交往嘛 所以说你在今天 这个女教师身上 这种情况也是完全存在的 因为我看她平时的这个装扮 以及在跟男生聊天的过程当中 会故意把自己打扮着 非常少女范儿的这个照片 发给她看 实际上就是受了 这一层心理因素的驱动 原了吧 所以说你要从我们心理学的 这个角度去分析来 这个女教师的这个所有行为 真的是所有行为 一切都是有据可循的 也不是说一句 这个人很坏很可怕 到的轮上就可以定义清楚的 当然我倒不是说 是在为这个女教师开脱了 她哪怕对这个男生是真爱呢 她的这个行为 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对不对 原因很简单嘛 任何人你蒙心自问 你自己的这个儿子 如果说在这个学校 遇到了这么个老师 你愿意吗 如果说你都不愿意的话 那人就这么对待你儿子了 她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就该受到谴责呢 你从实际后果来讲的话 你这种关系的这个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 你比方说第一个 这样的这个孩子 你说还有没有心思好好去读书的 你更严重的是 这种不伦练的话 你是蕴藏着巨大危险的嘛 轻则身败名裂 重则还有可能像这个贵州案一样 家破人亡呢 你别说今天的这个事情东搜事发了 哪怕就今天事情没有捅出来呢 你一个老师没有及时踩好刹车 最终让一个孩子温水煮青蛙般的 治愈危险的这个境地 这个呢 无论如何 都是一个没有任何辩驳空间的错误行为 你说呢 对